配料的话我们来点姜片 大蒜粒一分为二 小米椒我们把它切滚到 纸酥先切成丝 把它压碎 这样待会每一块牛蛙上面都会沾用这个纸酥 吃起来才会香 这50克的这个口味牛蛙酱 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到这里 下面我们就上火操作 把姜片的香味炒出来 直接放入牛蛙 不需要做任何的腌制 简单的炒炒 让这个牛蛙的肉质收缩 放入这个小米椒 放入少吃啤酒 放入这个口味牛蛙酱 放入翻炒 放入酱油 和适量的冬菇一起 放入小姨准备喝完的啤酒 以及适量的清水 因为我们在口味牛蛙酱 要有咸味 所以腌 吃点 也有奶一点点 喝水雞雞 喝水的胡椒粉 把它放到高压锅 大火上汽 压2分钟 再次放黄油 用这个蒜粒 冬菇 拿起来 这个腌好的牛蛙 大火把纸酥帅 冬菇 冰冲锅前放入这个紫苏木 随意翻炒几下冲锅 然后再撒上一点葱花 下面我来简单的试一下味 挖肉细腻滑嫩 香辣过瘾 非常好吃 爆炸 下面把这道口味牛蛙简单的总结一下 第一点 我们做这个口味牛蛙的类型 快一定要砍大一点 这样夹起来吃的时候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食材的一个搭配 今天我们这个辣椒 既然是这个小米椒 把它切滚到 放到里面 很提辣味 但是 这样做出来 放到高压锅里面压出来 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辣椒 不怎么成型的 压出来它很软 影响了这个脉线 我们这个小米椒 可以后面回锅的时候 再放都可以 但是那样它那个牛蛙的腊味又不能够入进去 所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留言 第三点 就是今天这个口味牛蛙酱 大家不知道觉得怎么样 这个牛蛙做出来设置还是蛮漂亮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或者 如果大家对这个口味牛蛙感兴趣的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以及私信里面 666 我会把这个详细的一个比例发给大家 最后大家如果对今天这道口味牛蛙感兴趣的 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收藏转发 同时现在就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而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